一言不合的 谢兰就发布宣布自己有了二胎 吴京要再度当爹吧 一开始 爆米花以为 他是在秀马甲线什么的 但是呢 他在照片上标注的 却是无所谓2.0 196天正 随后 邓超 吴心 大佐第一时间送上祝福 更加证实了谢兰怀上二胎的消息 天啊 怀孕六个多月的肚子 不仅看起来跟那些没怀孕的差不多 甚至还有麻甲蟹 这还要不要别人活了 除了孕度引起吃瓜群众羡慕外 谢兰还有一点被网友们热议着 那就是他被自己给打脸了 要知道 在去年十月份时 谢兰可是发布近视淡淡地表示过 因为太爱儿子 无所谓了 所以是坚决不要二胎的 那时谢兰的这番言语 可是引起了网友们的讨论 有说很理解他当妈妈的心态 也有的说他很自私 只为自己着想 毕竟吴京曾在做战狼二 才访时说过 生二胎是我最大愿望 没想到仅仅不到一年时间 谢兰就说 他已怀上二胎六个多月了 按照这时间推算回去 那就是在他发表二胎论后两个月就怀上的 只能说 谢兰对吴京是真爱的 为了圆他的二胎梦 硬是改变自己的原则 当英雄背后的女人真是不一样 话说回来了 谢兰选择以赛妇的方式 来宣布怀上二胎 是不想像其他女性那样 陷入代孕说的漩涡里不能自拔吧 因为在普通人眼里 觉得女性怀孕就跟玩似的 从宣不怀孕到产后出院 身材都恢复得相当快 仿佛生小孩的不是本人 比如说贝比当时他生完小孩 眠才几天 出院时显得精神异异 还在大冷天里穿裙子 产后二十多天 就跟婆婆一起去逛花市 一点也看不出有座月子的样子 杨幂当年产后出院 也是让人吓一跳 这小哥把小戏推的 哪像一个刚生完孩子几天的人呢 即使在他运气 肚子看起来也没特别大 而且最重视的也不过是破百斤 就是因为他们给人一种 怀孕事件很轻松一嘴的事情 所以现在还是会时不时地被说是找人代孕 香港天后陈慧琳在这方面 可说是感受最神 他可算得上第一位陷入代孕漩涡的第一人 2009年 陈慧琳生下大儿子五天后 他在老公陪伴下出院 他一现身 把在场记者们都惊呆了 短裤加高跟鞋 气色非常好 看起来就像去医院剁了假一样 而且当时他怀孕七个月时 为某品牌拍的照片 一点也看不出云露的痕迹 这些一点加在一起 于是方间就纷纷流传系了 陈慧琳找人代孕一说 到了陈慧琳宣布载度时 届时他已是38岁的高龄产妇 按理说 这年纪怀孕可得仔细护着 一点也不能马虎 尤其是在这次怀孕之前的三个月 陈慧琳还流产过 可是陈慧琳在怀孕四个月时 还去担任黎明的演唱会嘉宾 在台上是又唱又手舞足蹈的 整个运期下来 很难有一张挺着大肚子的照片 更觉得是 他再生完二胎的十七天后 就跟老公和大儿子去看演出了 所以你们说 陈慧琳不被人说是代孕才怪 或许是这么多年真的被质疑烦了 陈慧琳终于出来正面 回应了这些代孕传闻 说到激动处 还表示难道要脱掉裤子 让人看得刀痕才会相信吗 只能说 做女人难 做女明星更难啊 你们觉得呢 很难兴奋